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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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主任人在外地 最快也只能是下周一了 行 就下周吧 合作拍纪录片的事需要推进吗 缕号案我看了没什么问题 但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好 如果你还需要其他资料 我来问他们要 对了 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个医生的资料 是想要聘请还是谈合作 准确来说是算账 是我们医院的医生 叫叶石兰 那张嫂 他们认识我 虽然还没正式公布 但医生们私下交换过情况 应该都知道 那可不一定 要不要把官网更新一下 再发个群体邮件 不急 好 黄主任 人送外号 马腿先锋 他最喜欢做的 就是迎合许院长 为许院长马首是针 黄主任 九阳大名啊 我是陆昭熙 陆院长啊 可算把名给判来了 以后还省多指教 你看您 说话太客气了 您先忙您的吧 好 那我先忙 好 文长 您慢走啊 上次 毛头小子 马腿先锋 什么 我没说话啊 其实应该是我去拜访您的 可这一天工作耽误了 还没来得及呢 斗医啊 高叔叔不是外人 你看我呀 给你带来了一盒茶 这茶我喝着不送 你尝尝 这是从武艺山专门带回来的 盐茶好水配好茶 用你这武艺山泉水泡 刚好合适 我不太会品茶 但你要觉得不错 那肯定错不了 我就不客气了 还有这个 这是 前院长的助理休产假走了 我一想 你这不能缺一个 跑腿泡茶的人啊 刚好 任志哥给我送来一批简历 我亲自面试 选了三个还算机灵的 你挑一个 连这种小事您也亲自管啊 这可不是小事 生活无忧了 你才能更好的工作啊 也是 我听采购经理说 你以个人的名义 买了淘汰的避操机 还有一批药品 这是 有什么安排啊 没想到这种事 他也跟您汇报 不过也是应该的 这些年 医院里的采购 都是归您管的 我就想 悄悄给山里诊所 做个小捐赠 做慈善哪 这事您应该早跟我说 那药厂的人我熟啊 我去跟他们谈 肯定谈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好 那就麻烦您了 不麻烦您 这想当年呀 我在你爸爸手底下做事 陆总就常讲 企业挣了钱了 要多做慈善 要多多回馈社会 这一点你跟你父亲特别像 我跟我爸比还差着远着呢 还要多努力 好了 我要不啰嗦了 你忙 高院长 谢谢你见面礼啊 喝好了 得着啊 进 院长 按照你的意思 面试走了个过程 我调查了一下 其中一个是高院长的远方晚辈 另外两个连发现关联 对 估计是想等我选的人之后 再想办法收编吧 这么着急在你身边安插耳目 看来是心虚啊 谁知道呢 不过你确实需要一个助理 要我来误算吗 不用 这是你要的叶士兰的资料 他来安心医院一年半 半年多前 主动申请去桃园村做医疗援助 临行前因为一个病人去找高院长 让许院长接了一台 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手术 虽然叶士兰的援助期早就过了 一直以来考核成绩也不错 但黄主任一颗试满原为由 没有调她回来 你觉得这个高院长 当时为什么这么热心啊 高院长不是医生 是从行政管理升上去的 许院长是技术派 医术精湛 但她的声望越高 对高院长的威胁就越大 这个叶士兰 被人当枪使了还蒙在鼓里 你被困在桃园村诊所的时候 跟叶士兰有发生什么事吗 你指什么 姻缘 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姻缘没有 冲突倒是不少 那就好 因为我还听到了 另外一个八卦版本 说来听听啊 据说叶士兰一直暗恋他们科室里 一个叫姜怀明的医生 两人是同期 因为告白不成功 才主动向医院申请去桃园村 一是避免尴尬 二是治疗情伤 估计你也不感兴趣 我汇报完了 先走了 谁说我不感兴趣了 走 走 看看街头 看看街头 起床 干活了 做梦了 没有 怎么会梦到她呢 怎么会梦到她呢 快钟 走 走 走